大家好,我是李双林 一位朋友提问 李老师好 请问,害龙入手 害龙入手 害龙入手 前害山高大 前害高大 前害高大 坎方高山 坎方高山 水出丙武 水出丙武 可否立前山迅向 可否立前山迅向 这应该也是一个阴宅风水 那么我们讲这个案例的目的 就是教大家如何革龙 革龙立项 我们如何革龙立项 我们用地母翻卦掌来革龙立项 给大家举例 让各位能学会 革龙立项 一般我们是以入手龙来看的 而且非常重要 现在民间有一种风水做法 叫无鬼运财风水 也是这样子来看的 我们下集课给大家讲 什么叫无鬼运财 现在很多培训班要学它都是好几万的学费 传到神乎其神的 其实操作原理特别简单 这个东西之所以神秘 是因为市面上你不去学 你很难学得到 书上又没有 网上有的也是直言片语 它不连贯 所以很多人理解不了 正因为它 在市面上不流通 所以它就成了秘诀了 就这样子的 但最终都会公布出来的 其实操作原理特别简单 我们下集课给大家讲 格隆立像 我们首先要知道龙从什么地方来 那么当我们知道龙从什么地方来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像好 什么像不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翻卦掌翻译架 那么是黎迅昆 对 前 跟 坎 正 害龙入手 害是 害是 那什么 害那正 正卦 害某位都在正卦里面 我们首先把正卦给找出来 正在这里 那么 定不翻卦掌 我们是不是要先翻一下呀 正翻哪里 翻黎卦 黎卦是什么 是贪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贪囊 贪囊 贪囊 奴存 文群 弗币 这是他的一个排列 这个就翻出来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看 你前三迅象 我们把迅象给画出来 迅是 那什么 迅就是那迅嘛 迅就是那迅 迅挂就是那迅挂 我们直接看迅挂就可以了 迅挂在哪里 迅挂在这里 迅挂在这里 那说明他立的是什么像 露存像 露存 露存像是形象还是胸象 肯定是胸象 所以如果我们以龙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像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要立什么样的像好呢 我们要找出来 前好的 坎好的 正是好的 离是好的 所以设计到的几个像 比如说立人像 炳山人像 以及 深山影像 因为鸚鸚虚都是好嘛 子山武像也是可以的 那么前山迅象的话 从 悬空飞星当中看的话 它是望山望向 但是这个像 在八运当中很快就要结束了 因为即将进入九运 所以说这个像也不是很旺 我们排一下就可以了 89123 89123 前山迅象 前山迅象 那么九州中空 给五丁 好 这就是一个飞行盘 那么我们从这个飞行盘上来看 如果是现在立前山迅象 后面有山的情况下 因为他说是前海方有高山了 那肯定山在后方在 山在后方说明前方是有山的 前方是有山的 前方有山 我们从这里看也是巨门山 从翻卦场上看也是很好的 前方有山的话 从飞行上看也是很好 代表人丁兴旺 那么如果像方是有水的 因为说水是出丙舞嘛 水是从这里出去的 可能水是这样过来的 走水倒右嘛 说明驯方也是有水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八运的时候 是望山望向 但是到了九运的时候 他就已经衰退了 为什么 因为九运的山心入囚了 九运的象心飞到了什么 正挂上面去了 正挂飞到了东方 所以必须要在东方见水 那么在九运才会旺起来 不然的话他也是旺不起来的 东方的话就是 亥 毛 亥 毛 位 都是东方 毛为辅心也是很好 所以怎么讲呢 就是说如果是 我们以龙来看 你迅向并不是很理想 并不是很理想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其实我主要就是说 告诉各位 如何去格龙定向 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入手龙 来判断什么向好 什么向不好 当然因为这个案例 你讲解没有办法 深入的去讲解 为什么因为数据是有限的 而且我在语音当中也和大家讲过 我们要定向 首先要符合卵头 也就是首先卵头要符合 卵头如果不符合的话 你向力的再好也没用的 也就是说 要符合十字天心法 你的向打出去过后 左右要平衡 前后要平衡 我们最后才会考虑到向的问题 所以先是符合卵头 后才是符合方位 所以说在没有看卵头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个来看 都是片面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如何去格龙定向 大家把这个方法学会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 我讲的话 先有卵头 后有理器 先有的杀水 形式方面的 最后才有方位 折日方面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分析的技巧 简单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